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上周呢,我們有提到了這個共享辦公室它的特色是什麼 另外也有介紹了一個國際的品牌 那這一周呢,我們要來了解一下 那國內跟國外的品牌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接下來就看一下我們的比較吧 根據statist.com統計資料 截至去年底,全球共享辦公據點已經來到了18700間 在過去三年內成長了快一倍 而回到亞洲,台灣在共享辦公室的發展 比中國、新加坡慢了一年半 也因此在最近台商回流及外商來台擴點的情況下 需求爆發 近兩年有超過五家的國際連鎖共享辦公室品牌來台灣 一次進來都擴至少兩到三個點 而且進駐到台北市精華地段的A級辦公室 目前這些品牌成租坪數已超過2萬坪 相較於本土品牌 多半成租在B或C辦 在地段上較沒有誘因 吸引外商企業進駐 國際品牌的語言能力多元 並且接待過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商企業 對於不同國家及企業文化相當熟悉 在快速接軌本地文化上也比較有經驗 此外,有別於傳統的辦公室出租 國際品牌有滿滿的大數據資料庫可以分析出最有經濟效益的租領組合 由於空間彈性度大 租領模式也多元 隨時可以加桌椅或隔出辦公室 當然配合數據庫也可以為客戶更加兩身打造 他們在擴典前可先參考客戶想發展的區域及需求 因此在新的擴典弄好時 可能租戶已較好五到六成,縮短控制率的時間 這點也是我認為本土品牌較弱的部分 當然很多人在做之前也會做市場調查 或透過會計師及相關人脈的介紹來找潛在客戶 但目前我觀察到的還是照片向以傳統模式再招租 有點可惜 當然大數據不僅僅可以為這些國際品牌展店前做超前部署 在社群經營上也有很大的優勢 不論是安排多元的交流活動 或主動介紹相關產業鏈的會員認識 看是否有合作的機會 這些都是無形但無價的服務 很多會員也是衝著這些無形資產來的 希望在這邊可以獲得更多資源及人脈 未來有機會進軍國際市場 本土品牌目前在社群交流上也做得相當不錯 但較缺乏國際資源的接軌 可能需要政府更多扶持才能更具競爭力 根據CBRE統計 目前台灣的共享辦公空間僅佔A半空間的不到1% 與亞洲其他城市的2.5%相比 我們仍有大幅的成長空間 那最後呢我們來講一下這些國際品牌 他們到底優勢在哪邊 那必須說這些品牌他們的社群經營方面真的非常的強 首先呢這些國際的共享辦公室品牌 那他們在語言跟文化接軌上面本來就是他們的基本服務 在這些外商企業進駐的時候呢就可以更順利的無縫接軌 再來呢公享辦公室本身就聚集著相當多不同的產業點 所以也可以提供給這些進駐的外商企業更多的資訊及拓展業務的機會 最後呢由於這邊資源非常的多 所以也可以協助他們去找到對的策略投資夥伴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ar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哦 哦